不願意 一順風吹過來 一順風吹過去愛你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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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一個訊息 我真的有一個專面 我現在覺得你成長很多 然後你感覺到了陽光 一定是我的外形 什麼問題 我從長大大都沒有對自己滿意過 一直拿自己不足的那個地方 一直放在一起去挖來看 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来 欢迎光丁这边坐 我们欢迎 阿翰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有时善解任意 有时书信达义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不要经常是任何改变 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 不要怀疑自己 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 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 不变 不变 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真的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有时千言万语 有时不说一句 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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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印象 直到我在看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其实很讨厌 别人说什么歌词很重要 因为我是旋律派的 就是听不懂的外国歌 我都觉得好好听 所以对旋律没差 可是我看到 听到这首歌歌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像有很多 酸楚感一直上来 没错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 就是James跟我说 我们可以找阿翰 之后我就开始想 如果你来上这个节目的话 我想要 选一首什么歌给你唱 然后我就想到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在一个聚会 就是我来 我们在我们家烤肉 就有一个朋友把你带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对对 然后在那之前 我当然看了很多阿翰的影片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那个时候 一到现场来的时候 我本来会以为他是 活络气氛之类 非常对 是那种炒热气氛 那种嗨的人 其实我朋友 他一来他就直接坐到 某一个定点 一个角落 然后就定在那边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安静 然后当然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嘛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 会去跟他聊天 然后去跟他聊天的时候 很奇妙喔 你直接就带来了一段模仿 真的喔 对 我忘记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但是也太另类了吧 这个人 所以那是我对你的第一次见面的 第一个印象 当然那一天后来 我们也聊了很多天 所以才慢慢的 就是真正更认识你这个 但是那个你在我心中的第一个印象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你必须要在一个角色里面 对 会不会突然间进入太沉重的东西 不会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有这个课题 就是好像慢慢的开始去上一些 没有要我模仿的节目 对 我开始觉得很抗拒 我会觉得很 你知道很痛苦 然后我会觉得 我才会以观众的视角去出发 你知道 就是做这行业久了 我会一直很想要让大家喜欢 就会变成一种病态 因为人家喜不喜欢 你就看那个点阅率嘛 久了你就知道 这几个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就会变成一种毛病 但我以前也是 你不是毛病了 就是可能是一种压力 久了好像自己会伸出一个眼睛 在另外地方一直看自己的表现 然后会觉得给我自己很多压力 但我最近慢慢的 我觉得好像自己很差 或者是表现 比如说好 我生病好 我唱不好好了 后来开始可以去接受这件事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人生蛮好玩的 就算你怎么样 你不小心哪里长了什么 痘痘还是什么 那其实都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现在很乐意 开始看我有缺陷的地方 我记得上次跟阿翰见面 是去年我们NANA团队去 那个时候 他搬回去花莲一阵子 嗯 然后我们去花莲玩嘛 然后就把他找出来 我就发现 你已经不是 我本来认识的那个阿翰 又差在哪里 就是你整个人的气场 因为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对我波 好像算命阿姨 那种 那种林美体质 我很敏感喔 可是我不想我觉得好累耶 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人 他在现场 他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 我虽然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 我知道 你做了这个决定 比如说你回到花莲 那一定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嗯 才会让你这么的自在很轻松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我觉得找你来 我们其实谈的是 自己的模样 嗯 对 因为大家认识你 都是从很多的角色 嗯 然后到了中间之后才 慢慢的知道你这个人 或者是慢慢带出你这个人 嗯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嗯 你在模仿 比如你在投入角色 或者是找寻自己 这当中的那个矛盾 或者是拉锯 嗯 我觉得做自己跟做角色 两个共通点就是 好 过去来讲好了 我做自己其实还 大家都是很希望被人家喜欢的 对 就像我的角色一样 我很希望我的观众喜欢 当然回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也是很希望 尽量能让很多人喜欢我 然后我回过头 我发现很变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从长大到 我都没有对自己满意过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太肥啊 然后就一直减肥些 玩肥的时候觉得好像也不如人家 就会一直拿自己不足的那地方 一直放在一直去挖来看 我就觉得很累 虽然老实说我现在也不能跟大家 我现在做自己 我现在好像讲不出这种话 但是它一直在建构出一个 拼凑出一个真正的样子 就是我一直在别 然后这首歌词 我看到也会一直觉得奇迹比咳 咳 我看 我看到的时候 我会一直觉得奇迹比咳 就是为什么 你不要轻易做任何的改变 因为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你现在的脾气 就算有点初心达意什么的 我会觉得那个人真的是我 好像 有时候我的朋友也很常 就是用这首歌的视角 在跟我讲话 可是我一直觉得 你不懂 就是为什么你要 你没有不好 或者是 就算你有一些 你觉得不好的地方 也许它在别人眼中 是一个你的特质 或者是可爱的地方 但是这些话真的 做很难 对啦 因为我刚才那个讲的 你头头是到 你自己也是一样啊 你对自己会有一些焦虑 或是不肯定自己的时候吗 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 我就是从小到大 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自卑的地方是什么 诶 对啊 我自己会自卑我的外表 我的声音 我的一切 比如说 好像英文没有别人好啊 我的口袋没那么好 你看 其他YouTuber 他们随便对镜头 都可以看看而谈 然后做出好多好多 不同种影片 我就只会模仿 都会有这种 如果是我的话 比如说我 从高中开始 其实我就是那种 想当歌手 想当艺人 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外表 不如那些台面上的看 但是我内心又觉得 可是我好像唱 唱得比你好 哈哈哈 干 你刚刚谦虚笑死我 然后就很矛盾 但是那个时候 就会一直去比赛 然后呢 我记得我一开始 都去参加那种 已经比较接近选秀的比赛 嗯 比如说可能 你的奖品是一个合约 或者是一首单曲 就是有保证的 对 甚至是那种电视台的 我都一直被淘汰 一直被淘汰 我只有参加校园类型的比赛 我才会得名 而且我都会得至少 冠雅君 对 所以我就在想说 唉 一定是我的这个外形 外形 什么 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 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一直到大学嘛 那个时候精选奖 很高的 对 比如说音乐人 或者是一些制作人 嗯 才慢慢走路这一行 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心 对自己的不自信 是一直陪伴着我 就是一直需要一些外面的肯定 就是让你觉得 有一个支撑点 有人肯定我 我要算往前 可是不是自己真的觉得 就是 很需要一些你知道 怎么的 然后滑溃uz 所以我也很怕被别人评论 因为我就会觉得 不会好听 可是我是 relatives 可是你自己出来开节目 我觉得很棒耶 我觉得 为什么会开这个节目 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以前跟在那那 他不是訪問很多藝人嗎 其實我每次聽到那些藝人 說著他們的故事 我都會很有感覺 尤其是他訪問的可能都不是新人 都是已經經歷過高潮低潮的 我超愛這種 對的藝人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他曾經經歷過什麼 但是他現在還可以坐在這裡 跟你坎坎而談 我就會覺得這些東西 帶給我很大的力量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然後用一首歌的方式 或用音樂的方式 去聽到來賓的生命 嗯 那個時候你來我們家 參加那個聚會的時候 我就聽到你一直在跟人家討論算命的事情 靠 真的 我記得我超記得 你還記不記得我有送你一個東西 日本的 是什麼東西 日本跟日本有關的 御守 不是 好爛 他類似御守的角色 金剛柱 不是 我送你那種 那麼好的東西 留著自己用比較好 好那我要講囉 我送給你一個結緣筆 反正我那個時候送給他的結緣筆 好感人喔 一支鉛筆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蓋子 然後鉛筆跟蓋子上面各有一個人 但是你要一直使用那支筆 一直削 那個人會越來越靠近 這也太浪漫的想法 這誰發明真的是筆的 太強 這日本人就是這麼厲害 真的是光眼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就是喜歡一個人 然後喜歡 然後有曾經蠻甜蜜過 然後之後他把我甩開之後 我就覺得 欸 是不是我哪裡做錯了 所以呢 我在那個時期 我非常的努力 想要跟他保持一個還蠻好的關係 我就會可能兩個月再敲他一次 因為我想讓他不覺得我很 你知道積極 然後很急躁 我兩個月敲一次 我完全懂耶 我兩個月敲一次之後 他回我 然後就很開心 看到那訊息 然後心跳加速到不行 明明就只是一個訊息 然後看到那訊息之後我就會覺得 好 我再擺個六個小時好了 我就會自己盤順的很可怕 我也會 很變態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一直這樣 然後我光看一個訊息 我只要有一個訊息 我就可以去算命 我就說 對 好像一直去算命 我到底要怎麼回 因為呢 我曾經就是有相信一些東方的命理 我就覺得他很討厭 我就覺得那些都是寫好的啊 然後講一些術語什麼狗屁的 所以我直接玩通靈 他就通靈 我就覺得 哇 他會附身 他會變成他的靈魂 然後他會跟我說 他現在覺得你成長很多 然後你感覺到了陽光 你知道嗎 很像邪教 老實說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我好喜歡聽到這些 因為有一個外在的肯定 然後有人在保護著你說 你現在走的是對的路 所以你會想聽到的是肯定 對 人家跟我說 你們沒機會了 我就說 不 因為我本來也就很喜歡這首歌 這哪一首啊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啊 對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這首歌 太扯了吧 但是我沒有當那種什麼那種 有人會喜歡這首歌 這首歌很 這名字我自己提出來 這首歌很讚好不好 而且我在念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會唱啊 這首歌很有感染力耶 我覺得 這首歌 那我想要知道為什麼你要選這首歌 怎麼講啊 就是 我小時候不敢唱歌的 我是直到國中 國高中之後才開始唱歌 因為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要劃出給人家聽你唱歌這件事情 其實在小時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發現 大家聽我唱國語歌就是這樣 這樣子 然後台語歌是這樣 再多一點肯定 然後我就覺得 台語歌給我蠻大的一個 鼓勵感 然後再加上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去那個婚禮啊 你知道那些駐唱歌什麼 他們抖音都超多 我想現在到底要怎麼練那個抖音啊 所以你其實小時候就已經常常在觀察跟模仿 但我生長在一個很台的家庭 小時候啊 然後就跟我來種木瓜 然後有時候聽 你知道我聽很多台語歌什麼 那首很讚啊 這也是他的歌 然後還有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 陳雷啦 我知道陳雷 但是那個 張秀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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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改天宮 暖暖的路途上 這首歌很冷門的你知道嗎 我明春風 當然知道這首沒有冷嘛 真的嗎 我現在再也都聽不到了 我愛的秋風 這首歌我就覺得 那些咕咕都在唱 好好聽耶 所以我就覺得啊 其實再也不會有人 我要講一個好了 我就是一個跪谷見晶的人 把以前看得很重要 然後把現在看得很重要 其實對我來說 2010以後的歌 我都不太愛了老實說 我會很喜歡挖以前的事情 其實我連我國小我就有這個習慣 我會挖90年代的歌來聽 可是我現在我會挖2000年代的歌來聽 所以我那時候聽到那個 娜娜大師就是做那樣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你都沒有在管觀眾喔 因為我會覺得啊 這樣這種節目怎麼會有人看 可是我發現我就是會看 因為我會覺得那些歌手留下 有這麼多很好的東西 可是他為什麼 好像只要給曹煥到 那些人就不應該存在了 對 我會很難過 尤其是什麼Y2K 啊你中間這個 比如說2000年到2020年 中間有20年 啊中間Y2K只要一小時 中間這一些 大家不覺得他好看了嗎 為什麼到2023 2023才覺得他好看 應該是說大家的口味在變 然後世界的潮流也在變 對 但是我們 我跟不上 沒有人跟得上啊 你有啊 你有跟上啊 有嗎 什麼時候 有跟上Youtube啊 哦 yeah thank you 所以那也是另外一種跟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 也是讓我找到另外一個方式 去在這個世代 找出自己的定位 可是還在摸索啦 懂懂 對啊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聽他 他為我們帶來接手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是我的安慰 唱片 真好 還在想 Visit咫哩 唱片 走咖哩 唱片 唱片 贊 abolition 唱片 孤單的我 夢鄉屁屁 就一粒是我的青 不是我看起鄉純的滋味 一時我已經付出真正義 最新的我 最讓你開 趕緊回來 自己心悲 不願意一陣風吹過來 一陣風吹過去愛你 有誰人輕了解我的心 輕了解我的夢愛你 你無愛我無所謂 你風吹我無所謂 風吹就是我的安慰 不願意一陣風吹過來 一陣風吹過去愛你 有誰人輕了解我的心 輕了解我的夢愛你 你無愛我無所謂 你風吹我無所謂 風吹就是我的安慰 風吹就是我的安慰 好 為什麼這一段我會坐在這邊呢 是因為我找阿翰來 其實是在我的規劃裡面 因為這個節目呢 並不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只有訪問藝人或者是歌手 來宣傳唱片 聊給自己的一首歌 除此之外我也還想要找一些 譬如說我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一些 你不知道他會唱歌的 KOL或者是Youtuber 但是其實他很喜歡音樂 想要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一些音樂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們才請到了阿翰 所以我們就是有這一段 你知道就是 有點像是邊唱邊聊天的概念 雖然你剛才唱了陳雷的歌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看你的影片也知道 裡面有很多很多角色 男女老少 然後古今中外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角色之下 其實聲音對人來說 是一個樣貌的變化 所以我們其實感覺得到 你有很多的角色 都是從譬如說講話的腔調 或者是聲線去做變化 所以音樂上面 是不是你也喜歡 做很多不同的挑戰跟變化 就是興趣去挖掘這樣子 對我覺得音樂給我滿大的養分的 就是就算有時候 我根本就不是主動想聽 像我國小的時候 我姐一直在放孫燕姿 我那時候是聽不懂 那有什麼好聽的 可是我長大之後 我發現就是超級霹靂無敵好聽 就是我會一直去挖以前的東西來聽 然後我會去感受那個時代的氛圍是什麼 有時候根本就不用說什麼 那個音樂一下就 就是有那個感覺就回來了 然後我就是一個很容易 因為這首歌就不是現在了 我就會很容易難過 我就是會一直難過的這種 所以我有時候看那那大聲的影片久了 我覺得好悲傷 他們那些人就已經不是正在活躍了 我會很奇怪 我就以霧為什麼悲你知道 就是很傷心 然後我就會 我為了逃避這個 我懂耶 我就會繼續聽一下K-pop 因為就很流行 是喔 我會一直沉浸在那個裡面 我會覺得太痛苦了 就說我想回到那個時代 可是我又回不去 那我就來聽一下現在流行什麼 喔好爽好爽 就是我有在跟著時代走 但是其實我真正喜歡的是 那些很舊的東西 它其實之所以會成為我們的回憶部分 也就是我們活到這個年紀 我們獨有的 因為未來的小朋友也許 所謂的K-pop就是他童年的活動 就是很舊的 到時候等他三十幾歲 四十歲 他說不定流行的又是另外一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們擁有過這些回憶 或者是我們生命當中擁有這些東西 其實很足夠了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唱了陳蕾的歌 我們現在直接 欸你笑什麼 陳蕾有在看喔 不是 但你dislike 我dislike dislike 對我們現在來一個反差的 好 我們要直接唱啊 是 誰かが 誰かが こっそり こみじに ころみうつめて 小さな目 是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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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 の 暗号 森へ の パスポート 遇到 遇到 隣のトトロ トト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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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の中に 昔から住んでる 隣のトトロ トト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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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供の時にだけ あなたに訪れる 不思議な出会いに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アリー 音楽好棒耶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們今天再次謝謝阿翰來給自己的一首歌這個單元 然後除了聽他講很多的生命故事以外 也聽到他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詮釋各種不同的歌曲 我覺得我挑戰得很快樂耶 現在肩重感冒但我還是覺得 就有一種暢開來的 我很害怕 我後來跟你的話來聊到我整個就開了 我已經在亂講話了 我覺得很好 真的喔 你就不需要酒精這樣子 因為他剛才一開始本來還想喝點酒 就很緊張 但這樣喉嚨不舒服就算了 我做個我自己的結語 就是我一開始我覺得我感冒我應該要請假 我覺得我自己不好 然後就不要來跟你的樂時間 但是我覺得他是某種程度在鼓勵我不同面向的自己 就像我今天來我今天重感冒 我還是一樣可以玩得很快樂 就像是我們每個人都一樣可以 勇敢地面對最真實的狀態 然後接受自己 謝謝 對啊 即使你在當下 你不覺得自己在一個好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在那個狀態下面 你還是可以試著去享受它去感受它 我們再次謝謝阿翰今天來到 謝謝大家 謝謝 耐絲也總會 好想立金喔 好啦 老大謝謝謝謝 結尾在好想立金 結尾在好想立金 哈囉 哈囉 三人家飯手放薯條 超級好吃 大家好 我是來自越南徐靜明 吃的軟鐵條 天 grant 海洋口 所以我愛你就是阿 他也就是阿 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我洗倒是大 我叫可榮 剛到單位 對很多事情還不熟悉 那就再請大家多的介紹囉 阿姨很漂亮喔 說請求天玺 Señ債道 800英尺 500英尺 这样的 这样的 我真的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我其实以前的时候 在国中部 有被同学欺负 我那时候真的超生气的 我真的喜欢你 那我真的很希望你们知道 你们真的活下来 真的没有对不起谁 你们永远 都是最棒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做 我真的自己 耶 我要随便给自己 谢谢 孙吻海 你现在的样子